骑着心爱的摩托车 陈小姐心情很复杂 原本在台北 但因为回到台南 光是寄车 让她心里焦脆 倒车行寄车 说好要全车包车 结果变这样 两边后照镜包了塑胶袋 前车轮上方黏了包装纸 但更让她傻眼的是 钥匙居然没有跟着机车 回到台南 还收到超离谱建议 请我爸爸妈妈 从车行把车子迁回来这里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陈小姐从台北寄车 机车连同钥匙 一起交给车行 要寄到台南 之后再请家人 到台南的车行取车 收据上明明有住民 收了钥匙 但打电话询问 运车公司表示 台北车行没个钥匙 而车行又说 是司机忘记给台南车行 只因两边互推责任 超两光 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一直在那边推来推去 然后两方也都没有任何一句道歉 有可能他忙忙中 他们已经注意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要忘记 绕了一大圈又卡到中秋廉价 辗转把车运到第三间车行 才成功取车 结束这场记车脑剧 记者赖文章 台南报道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 让我增广见闻 家世 国世 天下世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 总握每日时事 日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世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世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 早上